大家好,我是在东京做游戏的哇哇哇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十元Vlog第二期节目 舰队Collection 本次节目的拍摄场地 我们依然选择了上次介绍过的 十家秋叶园二号馆 因为这里是著名的 舰队Collection的秋叶园博地 它在形式上就和舰娘夜游里面的那几个服务器 比如说 腾虚贺、佐世宝、吴或者 拉巴驴、达vidavi这样的博地是一样的 秋叶园博地的特殊命名 也代表了二号馆 在舰娘这个游戏里面的重要地位 好,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舰娘的主机 除了上面的装饰和屏幕部分之外呢 它的操作台主要是由这几个部分构成的 中间的这个是可以控制舰队方向的舵轮 它旁边的是发令按钮 右边的这个东西船上叫车钟 它是用来控制船速的 可以看出这个游戏是致力于模拟实际操船的感觉的 左边的这个洞是插入舰娘的地方 好,介绍完了我们准备开始游戏吧 近年来的很多阶级都是把玩家的数据像网游一样保存在云端的 这时候我们为了登录就要刷世家的这个登录用的卡 iMai 登录完了之后我们还要投币才能正式进入游戏 这时候我刷卡投币 刷300日元 可以买900GP点数 GP点数主要的功能就是进入战役或者用来买资源 好,那我们提前把舰娘卡准备好 进入之后就像网游一样它会有很多提示 提示你现在的活动还有你得到的各种礼物 好,那我们就把舰娘卡插入刚刚说的卡槽 舰娘卡它的外表虽然是纸质的 但是它内部有一个FID的线圈 就像我们十年前那种放卡一样 里面有一个线圈 机器就可以通过这个线圈读取到那个卡片的数据 你看我的卡片已经读取出来了 好,今天我们要打的是一个中后期的BOSS关卡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强力舰队 大河 武藏 真鸣 金刚 再带两艘航母 飞龙 加鹤吧 好,那我们就可以出击了 出击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关卡 这个是活动关卡 对潜的我不能打 那我们打这个4-4的BOSS 应该是装甲空母轨 其实我这个舰队是比较极端的火力输出舰队 正常的话应该是无法穿过潜艇组成的防线的 但是我今天会展示一个特殊的玩法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我们怎么在不带驱逐舰 不带驱逐舰的情况下穿过潜艇的布阵 第一期节目里我们讲过了 这个游戏是有所有的舰娘的全3D形象的 制作非常精良 每一个动作都栩栩如生 这也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 我已经看到潜艇了 我们舰队南边的那个蓝色的图标就是潜艇 水面舰队是用红色图标表示的 我刚刚向水面舰队发起了航空攻击之后 就遇到了潜水艇的强袭 潜艇会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发射鱼雷过来 你看那个红色的圈子就是鱼雷 那我们要赶紧操作舰队紧急机动躲避鱼雷 好 那么通过一个极限擦弹的操作 躲开了鱼雷 这个时候潜艇其实就没什么威胁了 它的第二步攻击会很久以后才会发出来 这时候我们就开到地图边缘 这样潜艇发射鱼雷过来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去躲避 开到地图边缘就可以停船 其实严格来讲船是不能完全停下来的 会保持一个极低的速度 就跟汽车的怠速一样 这个速度被称为元速 采用元速的话就可以极大的回复舰队的疲劳度 疲劳度就是左边那个黄色的条 你看它在飞速的下降 潜艇的第二波攻势马上就会过来 那我们应对一下 不过这一批就没有第一批那么有威胁了 因为它离我们很远 并且它们的鱼雷是一个一个发出的 这样就很好躲避 当然是打不中我们的 好那这一次我们就成功通过了 虽然说是没有取得胜利 但是在见到BOSS之前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候我们选择禁机 可以看到刚才的水面舰队离我们很近了 我尝试规避一下 应该是不行 好那我们放出航空攻击 这一支舰队是没有航空母舰的 它们全部都是巡洋舰和驱逐舰 那我们应该很容易的把它们削弱掉一半以上的力量吧 好一轮航空攻击之后 驱逐被击沉 重巡大破 第二艘驱逐被击沉 它们能开炮的船就只剩两艘了 那我们接近它们之后就会有很大的优势 应该是不会受伤的 好那我们右转舵 接近这支舰队 索敌圈套住图标之后就会进入战斗 怎么样想想办法干它一碰 两艘大河级的射程是玩家战舰里最远的 所以基本上一接战就可以先开炮 我们两艘舰一起炮击一下 好 旗舰击沉 刚打残的另一艘巡洋舰也击沉了 那敌方只剩下一艘重巡 应该是不会有开炮的机会了 好那我们杀进金刚和真鸣的射程 再干它一炮 不出意外应该是可以击沉这艘船的 每次你的炮击命令发出的时候 都是当时进入射程的舰队一起开炮的 好 那这一场我们赢的是毫无悬念 因为是无伤所以被评价为完全胜利 这时候会评出个MVP 咱们的MVP是真鸣匠 因为它输出的伤害最高 好继续选择进击 这一次的出击路线我们选择倒的北侧 应该是不会有其他敌人了 直接可以看到boss 这个时候敌方应该会派出侦察机了 对侦察机飞出来了 不过我们带了航母 所以可以直接轻松把它拦截掉 这个时候我们再指挥一次航空攻击 直接扑向boss boss也是航母舰队 但是我们的飞机应该比它的还要多一些 应该可以取得制空权 获得航空优势 好航空优势 虽然没有制空权的优势那么大 但是也还是可以造成可观的伤害 打了两艘小破还好吧 因为是boss防御力比较高 进行了航空攻击削弱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扑向boss 还是自动进入战斗 这个就是boss装甲空母鬼 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 3D形象 因为我们在航空优势的情况下进入了战斗 所以我们的炮击伤害和命中率都会有一些提升 还是跟刚才一样干它一炮 不过我们现在处于T字不利的状态 我们先转个下 变成同航再开炮 赶在敌方的航空攻击到之前 先开它一炮 这一次距离就比较近了 所以我们有四艘战舰都进入了射程 那我们一起炮击 炮击的舰数越多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敌方只剩三艘战舰了 不过航空攻击马上就要到了 果不其然敌航空队来袭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触发手动的防空操作 如果触发的话应该可以解决这次航空攻击 好果然是有 这名将有带防空用的三尸弹 那我们就可以对上方的机群 应该是可以开两炮左右 我们来对准 开炮 就是通过舵轮去瞄准的 使用瞄准到了就可以通过发令件开炮 好迎击精度减 那有大量的飞机都被击坠了 应该是不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果然根本没有击中啊 接下来敌方会对我们进行炮击 炮击也是要吃一发的 看看我们运气好不好 哦飞龙将被打中了 不过只有7点伤害还好 那该我们攻击了 啊敌方的第二波航空攻击又要来了 那我们看能不能找一个死角 我在两个红色的攻击范围框中间 找到了一个他打不到的地方 然后抢先向他开炮 这次又是四艘战舰一起射击 不出意外是只会剩下boss了 好击沉两艘 不过没有躲过 还是要吃一次航空队的攻击 不过没关系他只剩一艘了 这一次不出意外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 没有触发手动防空 不过还是miss 接下来我们这边航空攻击也蓄理好了 我们可以起飞 当画面周围出现彩虹色的时候 一般都会暴击 好一发打出165伤害 Boss也进入了中破状态 中破他就不能再发动航空攻击了 但是还是可以继续炮击我们 他的炮击被我们擦弹躲过 那我们就转出一个梯子有力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攻击他 就是我的侧面对他的正面 好梯子有力 这样攻击力会增大 那我们还是四艘战舰一起对boss进行射击 应该是可以一发带走 好成功击沉 不过装甲空母鬼这个boss是有血条的 这一次我们应该消去了他八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好游戏也提示我们装甲空母鬼依旧健在 我们大概还需要再重复刚才这样的击沉 四次左右才能打败一台 击沉了装甲空母鬼之后 我们还要面对一支他身边的护卫舰队 因为刚才我们集中攻击光甲空母鬼就没有管他 好那我们杀进射程 还是四艘战舰一起给他一炮 好刚才的攻击是打出了一艘大坡一艘击沉 好那我们再发动一次航空攻击 不出意外这两艘是可以带走的 好旗舰击沉 驱逐大坡 一个驱逐居然还没有直接击沉 没关系再来一轮炮击就好了 还是要转出梯子有力来 因为我的疲劳度满了 所以我选择元素 但是还是可以弄出梯子有力的 四艘一起炮击 两艘驱逐是毫无悬念的全部带走 408点伤害 天呐 已经是驱逐舰的血量将近10倍了 BOSS舰队就被我们全部击破了 好那我们就迎接胜利吧 S级胜利 这个场MVP是五脏 2688安经验值 作战成功之后就会迎来见娘的一个 让人喜闻乐见的环节 就是抽卡 然后街机版的卡牌 因为是从机器内 现场打印出来的实体卡 所以它需要一个成本费 就是100日元 我们来投100日元 抽卡之前的这一段动画很有意思 它是模拟你作为提督 在基地的楼道里面走 然后遇到的剑娘都会向你敬礼或者鞠躬 刚刚是苍龙和飞龙向你敬礼 接下来是川内和神通 神通看到你会鞠躬 但是川内是完全 沉浸于争吵中就没有理你 之后是剑娘的代表人物吹雪 也是可爱的鞠了一个躬啊 看剑娘的性格在这里被塑造的很好 迎面走来的是第六驱逐舰队的响雷和电 你们问小区哪了 小区水平线上客厦胜利了呀 这边是爱荡和高雄 注意到了吗 这边所有跟你打招呼的剑娘都是2013年 剑队collection推出的时候的初期剑娘 好 终于提督式的门要打开了 让我们看看是哪位剑娘吧 这个场景做的还是很有气氛的 哦 冰封 这个怎么是闪的呢 应该 哦 不会是大破吧 看看看看怎么会是 哦 大破 太棒了 大破的冰封真的是很有吸引力的 好 那等待冰封将被打赢出来的这段时间 我们就先整备一下剑队 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啊 补给跟修理 这里的入渠就是修理 啊 当然 我们刚才只有飞龙将受了7点伤害 所以这个修理就是需要很少一点资源 然后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就开发一下 剑造现在是点不了的 因为正有剑娘被打印当中 这个时候你如果强行点剑造的话 就会提示你一个着任预定的剑娘 好 那我们进入开发 配方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如果是用大合将做秘书件的话 想开发一个巨炮之类的 应该是把刚才和弹药调到200以上 那我们看一看吧 看看会出现什么大炮哈 感觉今天运气还是不错的 希望能用一门厉害的大炮 我们给金刚将装上 就是一个最烂的14厘米单装炮 这个时候冰封将被打印好了 让我们迎接它吧 就在右下角的这个曲卡区 我们会看到打印好的冰封将 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我们下一次作战就可以用冰封将了 剑娘卡牌的印刷品质和手感都是非常的好的 好 那我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哈 我给大家表演一把大剑 那就是所谓的大型建造 要耗费大量的资源 这些资源应该还要积攒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为了大家还是建造一发吧 建造也是跟刚才那个抽卡一样 需要付100日元 刷了100让我们看看会建造出什么剑娘 建造的过程也是有动画的哈 不过比刚才那个剑娘拙任要坏很多 就直接把门打开 这样 看看会出现什么剑娘 啊 秋金丸 这个她 她的帽子太有特点了 一看就知道 在大型建造里造出秋金丸 可以说已经输了 不过也还好 今天有大破冰封就很有收获了 这时候我选改装设计图 就是不要剑娘卡 好 我给大家看看我以前 造出来的改造型秋金丸 嗯 就是这一张 好 那我们的节目就进入尾声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了 剑娘的游戏流程和玩法 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给大家展示 三国之大战这一款游戏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